对于女性而言 乳腺的疾病 乳房的不适 其实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的种类和状态 那么对于乳腺的女性的乳房疾病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乳痛 那么还有一类就是乳房的一个种块 那么对于个别的患者 也可能出现一些乳头的流水和异液 那么包括还有一部分患者 可能没有任何症状的 只是在体检发现的一些乳房的结节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最常见的 乳房疾病的一些表现 当然除了这些疾病的症状表现之外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我们可能也还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乳房的疾病 包括我们在妊娠以及哺乳的时候 我们有个别的患者 那么由于她没有一些健康的常识 那么有可能有部分患者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还可能出现一些乳腺炎的一些表现 那么包括对于青春期的 那么女性发育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经历乳房的疼痛 那么也会出现乳房的一些肿块 那么在青春期呢 我们最常见的乳房的肿块 可能就是乳房的一些纤维硫 那么如果呢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诊断 那么以及呢 治疗的一个指导呢 那我们对于这部分女性呢 那么可以呢 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当然对于绝经前的中老年的女性呢 那我们要非常警惕乳房的肿块 因为这些呢 那么在这个年龄的患者 我们要非常警惕乳房恶性肿瘤的一个出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